人口密度是指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量 计算方式为总人口除以总面积 人口密度越大代表这个区域越拥挤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世界上最拥挤的五个国家或地区 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是英国海外领土 位于伊比利亚半岛 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重要位置 面积仅为6.7平方公里 北部于西班牙接壤 1704年英和军队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直布罗陀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称为英国海军重要的基地 最载处仅有14.3公里 它在战略上仍然重要 全球一半的海域贸易都经过这里 大约在5000年前 尼恩德特人就在此定居 在远古时代 直布罗陀被地中海人民视为具有宗教和象征意义的地方 直布罗陀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 冬季温和多雨 夏季温暖干燥 全年平均温度13到24度 如今直布罗陀的经济主要以旅游业、博彩业、金融服务和运输业为主 截止2020年7月 总人口33701人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56人 中国香港 香港位于中国南部 珠江口以东 细于澳门隔海相望 陆地总面积为1106平方公里 最早在35000年前的旧时期时代 香港已有人类活动 公元前3000年起 长江中游文化、东南亚沿海文化、银商青铜文化和古乐文化 先后传入香港 深秋战国时期 百岳族就已在香港活动 香港人口数量每年上升 截至2019年底 香港总人口约为750万人 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780亿人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住在高楼大厦 近10年新建的住宅楼多在30层以上 部分更高达70层 商业大厦可达约100层 虽然人口密度很高 但香港仍然保留大量的空地 如果只计算已开发土地 香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接近3万人 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中南半岛的最南端 扼手马六甲海峡最南端的出口 总面积为728平方公里 自从新加坡独立以来 大规模的填海已经为新加坡 增加了23%的面积 新加坡有很多表现突出的产业 为第三大链游及交易中心 赚紧平台制造及传播修复 位居第一 且为世界最大的物流枢纽 新加坡的旅游业也十分发达 每年约有1500万人来此旅游 最早记录新加坡有人居住 是在三国时期 当时居住在新加坡主要是马来人 如今新加坡人口已达570万 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7894人 由于土地不足 约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祖屋内 摩纳哥 摩纳哥是一个位于欧洲的城邦国家 面积为2.1平方公里 是世界上第二小的主权国家 虽然国土面积排倒数第二 但是摩纳哥的人均GDP排名世界第一 贫困率全球最低 房地产价格世界第一 摩纳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旅游业 博彩业和金融银行 摩纳哥共有38682个居民 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9009人 是世界上人均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澳门 澳门位于南中国海沿岸 地处珠江口西岸与珠海相邻 是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 总面积为115平方公里 澳门自秦朝开始划入中国版图 当地居民依靠渔业和农业种植为生 如今澳门为独立经济体 它是中国管辖范围内唯一允许合法经营赌场的地区 博彩业以及旅游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 现在的澳门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大赌城 澳门总人口69万6100人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426人 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 人口密度大是经济发达的重要象征 它意味着这个地区能吸引和容纳更多的人 但是过高的人口密度会降低人们的舒适度 适当的人口密度能够保证良好的居住 卫生以及经济条件 对此你还有哪些观点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33号欢迎室是一档分享真实有趣好玩故事的节目 点击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节目更新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